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这个今天跟大家讲点什么呢 就是国际的短视频大战之中 还有机会可以弯道超车吗 讲这么一个话题 这个呢是我看到了一篇这个 三十六课上的文章 在这就是他的标题 然后我来讲呢 肯定不是说给大家念一遍这个文章 然后呢我这期啊 我才发现我有阅读障碍 这个所有我念的文章 都会念的磕磕磕磕磕 所以还不如直接给大家讲 正好呢是这个 因为我自己原来在猎豹做投资的时候呢 投了这个Musically 最早的就是Musically的最早的投资人之一 然后Musically就是后来被收购了以后的 被头条收购了以后的 抖音和国外的TikTok 所以呢这个里头 我觉得我还有点发言权啊 还有点发言权 所以呢我们借人家的标题 然后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咱们来 大家都坐在我这儿呢 这个闲聊一下 然后咱们值点江山一下啊 这个你们也跟我一块来来开心一下 这个TikTok肯定是在2021年是这个 大丰收啊 大丰收 这个呢 它是叫双料下载冠军 什么叫双料下载冠军 就是在全球双料下载冠军啊 就是App Store 就是苹果的App Store和谷歌的这个 Google Play 这两个应用市场上都是下载冠军 就是下载量最高的应用 而在全世界全品类 就不是说我是社交品类的下载量第一啊 它是全品类的下载量第一 这个是很吓人的啊 这种东西一般就是 大概要这个花掉这个几十亿美金 然后呢 它能砸出来 这个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这个他到底花了多少钱 咱不知道啊 这个只能瞎猜了 因为以前我在猎豹的时候 我猎豹还是 有些产品还砸到过这个 这个全品类第一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因为猎豹做的是这个比较轻量级的产品 所以他砸到这个 这个全品类第一的时候呢 他花的前品没有那么多 TikTok呢 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去 做这个事的话 肯定花的钱要比那时候 列表多了多了多啊 因为整个流量也贵了 这么多年流量 实际上每年都在涨价 咱们说流量的价格 就是你花多少钱 可以获得一个安装 这个价格 现在算流量价格 哎 这个 他们是在所有的这个双料下载观点 然后变现 就是他挣了多少钱 在苹果的这个应用市场里头 他是变现第一名 啊 变现冠军 就是他挣的钱最多 所有的应用里头 全品类应用里 他挣的钱最多 这个 在谷歌里头 他变现排第四啊 也是反而名列前谋 谷歌里头变现最高的 好像是YouTube 还是谁 啊不对 是Google One Google One 就是给谷歌的那个叫什么付钱的那个谷歌存储啊 什么那个管理账号付钱的那个那个应用 他是挣钱最多的一个人家亲儿子嘛 啊 这个事可以理解 然后呢 在欧美的这个日韩主流市场呢 现在基本上都是TikTok的啊 天下啊 都是TikTok天下 印度中东南美呢 这些地方呢 是这个快手 就是他们基本上占领了这些国家 就是穷国家 这个这个叫做谁快手上 快手前一段时间是被印度下架了 印度呢 当时是丧心病狂的把大量的中国这个应用权下架了 也不知道跟谁学呢 对吧 那怎么能这个一不开心就不让人家这个应用上架呢 对吧 这个这个太不好 干这样事的人都是都是流氓 但是快手呢 后来换了个名字叫Snake Radio 然后又重新上架 然后这最近呢 在印度发展的还不错 这个快手在其他国家呢 比如说叫他的应用的名字叫快 叫KWAI 叫这么个名字 然后他有两个应用 两个应用 一个叫快 一个呢叫快南美 拉美 叫拉丁吧 大概是 主要是给这个西班牙语国家的人来用的 这个是这个快手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是东南亚呢 还有一个叫Lucky Lucky 这个产品实际上也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也是国内团队做的 这前面三个产品 抖音做的是 这不是叫抖音做的 就是直接跳动 做的是TikTok 然后快手做的叫快 和这个叫Snake Video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个 这个是Lucky Lucky也是一个 好像赤子城还是谁做的 也是也是一个国内人做的 他们呢 是在东南亚主要 用户在东南亚 就是什么印尼呀 马来西亚呀 在这一代 这个还有就是 这个项目的真正的开山鼻祖啊 就是做这个短视频的 这个开山鼻祖是谁 就是还不是Music 我们那时候投Music 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榜样 这个榜样叫 叫Dep Smash Dep Smash 他就干一件事叫对口型 就是人家唱歌 有歌声 然后你再吓他对着口径 啊哇哇哇哇哇 这个比较一下 就干了一件事 Dep Smash后来没发展起来啊 最后被Music 发展起来犯超了 Dep Smash前一段时间 是被谁收购了呢 被Reddit收购了 也算修成正果吧 Reddit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 前面咱们讲论坛的时候讲过他啊 就是现在发展最好的这个论坛 这个是这个现有的 这个国际上的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状啊 先跟大家总结了一下 然后呢 咱们再说说这个Musically的故事 因为你还投了Musically吗 他总是有一些故事 对吧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去 这个细讲啊 这个Musically到底是怎么怎么做啊 这事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这个当时呢 头的时候呢 哦 我想起来 我在这个什么的时候 在那个 讲这个罗振宇那篇的时候啊 我还放了一张照片 还在罗振宇 就是我 就是我看罗振宇的那个视频里头 还放了个照片 那个照片里头 有一个人正在那演讲 正在那 正在那向罗振宇提问题 就别人都穿着那个 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叫做 复生战队的一个 创投营的一个活动啊 然后呢 别人都都穿着那个 叫复生战队的这个 这个衣服 然后只有一个家伙来晚了 然后他就穿着他自己的衣服 然后在那正在向罗振宇提问题 有一个照片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后那个提问题的人 就是Musically的创始人 叫杨如玉 哎 他的这个案子就是 啊 当时啊 猎豹呢 上市了以后呢 这个老板想去做人生导师了啊 想去做人生导师了啊 就整了这么个案子 说这个不叫整了这么个案子吧 就整了这么个活动 叫复生战队 对吧 想要这个做这个叫做什么呢 啊 想要做这个人生导师啊 想做创投 然后呢 请了罗振宇来站台啊 这个他这个 Musically的就是那个时候啊 找到了猎豹 实际上也是我们把他请来参赛吧 请来参赛 邀请制吧 这个 当时呢 这个活动做完了以后呢 就投资了Musically 啊 投资了他 他就继续的茁壮发展啊 茁壮发展 才有了今天大家用的抖音和快手 啊 没有快手啊 抖音和这个TikTok啊 这是他们的 Musically是他们的前身 这个Musically给大家讲一个 Musically的故事吧 这个其实我在比较早的一期视频上讲过 但是呢 我相信那个时候因为粉丝少嘛 可能很多人没听到过这个故事 所以呢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Musically的这个 小故事啊 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啊 就是我呢 在不同的三个时间啊 问了三次 这个 他的创始 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第一次呢 是这个 他们刚来找我们融资的时候啊 就是当时才也没什么用户 也没量 啥都没有 然后呢 我们就问他 说这个你这个产品到底是干嘛的呀 然后呢 他就很信誓赞赞的跟我们讲 他说我相信 音乐呢 一定会有一种新的消费方式 除了听之外 我还可以跟着他手舞足蹈 啊 跟着他去跳 啊 跟着他去这个 这个唱 啊 跟着他去对口型 我可以去对着他表演 说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全新的音乐消费方式 然后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哎 当时呢 我们也听了这个话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特别是早期投资的案子 就是你最后如果真成了 可能都不是你一开始想做的那件事 然后呢 就把这个案子投了 这是他第一次我去问他这个问题 然后等到第二次呢 是他们已经拿到大概 就是当时是拿到第二轮投资了 然后呢 也也做了一两年了吧 一年多吧 然后呢 拿了第二轮投资 然后数据涨得非常好 已经在美国 啊 社交榜已经排到第一了啊 当时还没有这个 这个 因为他自己不怎么买量吧 就是他完全是靠这个自然增长 靠自然增长 还涨到了社交榜第一啊 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应用 这个 所以我就第二次我又问他 我说这个 你觉得你 你这个产品到底是在做什么 然后呢 他给我的回答是这样 他说啊 这个 前面我讲的那个不对 对吧 我们认为音乐有新的消费方式 这个事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是音乐就是音乐 这个没有什么新的消费方式 但是为什么这个产品能成功呢 对吧 这个 因为啊 是这样的 这个人需要自拍啊 需要给自己照照片 拍完照片以后呢 你要去 特别很多女生嘛 拍完照片 要做点美颜啊 这个调来调去 调来调去 美颜 然后才要发出去 让别人来赞 这是一个这个人性的一个基本需求 但是拍照片这件事呢 相对来说还容易一些 但拍视频很难 为什么呢 照片啊 就是你这么举起来咔嚓给自己照一张 那么举起来咔嚓给自己照一张 对吧 照完了以后呢 你可能照个三五张以后啊 你就会有一张相对比较满意的 然后再去做PS 再去做这些事情 对吧 再去美颜 那个我还前面讲过一些 日视频叫亚洲四大邪术之首啊 PS美颜 大家可以有兴趣去看看 那片里头的话 我是专门把这个美颜相机关掉啊 因为我现在是有一点点美颜 这个把美颜关掉 让大家看看本来面目 有兴趣可以去瞅一瞅 然后呢 拍视频很难 因为视频你想一秒二十五帧 对吧 你哪怕是拍这个 三十秒啊 你那你也是这个 比如说是 呃 四百五十张画面啊 才是一段视频 这个你就很 就是你很难让你满意 很难让你满意 就是拍视频的这个 就是自拍视频的这个 这个成功率 或者说这个 大家对这个事的挫折感的 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拍照片 比如拍个三张两张的 然后五张 然后你就说 哎 挑出一张成功的来 就行了 你这个挫折感还没有积累起来 你就有了 然后你拍视频 本来就累 然后因为你照片咔嚓一下都完了 你拍视频 你还要举着半天 然后你比如说三十秒 或者多长时间 你才能拍出来 而拍完了以后 你还经常不满意 挫折感会很强 所以呢 这个视频自拍这件事 都没有搞定 原来就没有搞定 但是呢 他说现在 我在后头给他配个音乐 对吧 musically嘛 我在后头给他配个音乐 大家跟着节奏 去做视频自拍 他的成功率就上升了 哎 他的成功率就上升了 你这个打后头有个拍子 然后你跟着这个节奏 然后去扭动一下 去抖动一下 去跳动一下 哎 这个这个视频就很容易 让大家觉得满意 或者两三次就满意了 而且大家觉得满意的 这个视频进行传播的时候 效果还非常好 因为你后边有音乐 有跟着节奏 去做的各种动作 对吧 然后你这个传播的时候 这个效果会很好 这个东西就形成了一种 这个雪球的这种效果 哎 你愿意拍 拍完了以后 大家看到了 还愿意给你点赞 点完赞以后 人家还愿意再进来 就是那些看了你的照片 视频的人 我也要去拍一个试试 对吧 他这个形成了一个雪球效应 就滚起来了 哎 他说到第二次 我去问他的时候 我说你们在干什么 给我回答了一个这个 我用音乐给大家做伴奏 然后提高大家自拍视频的 这个成功率 对吧 这是第二次 到第三次呢 就是他已经做的很大了啊 这个 就是那个时候 我应该已经基本上 离开猎豹了 啊 离开原来的公司 然后出去做基金去了 然后我又去找他 那次就是他已经快 啊 快要被头条收购了 因为我那次跟他沟通完了以后 大概过了半年 他就被头条收购了 啊 我又去问他 我说你再跟我讲讲 就是你现在认为你在干嘛 对吧 我说你第一次告诉我说 你认为音乐有新的消费方式 你在做一种音乐产品 就为什么他叫musically 他就这样 他就认为他在做一种音乐产品 然后呢 第二次我去问他的时候呢 他说音乐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是在帮用户做自拍 对吧 让用户提高自拍的这个 呃 心理满足感和这个这个成功几率 还在干这件事情 然后到第三次 我又问他 他说那个时候已经快要10亿美金变现了啊 是快要10亿美金被并购了 已经独角兽了 我说你现在认为你在干嘛 啊 他跟我讲 他说我现在认为啊 前面那个都不对 前面那个都不对 啊 我说那赶快跟我讲一下 你认为你在干嘛 这个这个music这个产品到底在干嘛 他说我们只是给用户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功能 然后呢 我们向用户学习 用户做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就给他做点小工具 然后或者做点小功能给他满足掉就好了 哎 这个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一个一个小产品 然后呢 我们在跟着用户一起学习 跟着用户一起成长 哎 这是我分了三次 哎 问了这个music.ly 就是现在抖音和tiktok的前身的这个产品的创始人 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啊 这是music.ly的小故事啊 这是啊 其中一个吧 就是因为music.ly 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还是向为他服务吗 就是谁你投资了哪个案子 你还总要为他服务 所以呢 也是跟他们打的交道比较多 他们故事很多啊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他们其他的故事 啊 比较有趣 然后呢 巨头现在呢 都在加入这个就短视频海外短视频赛道 包括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YouTube有一个东西叫 叫什么 叫YouTube Short 大概是叫这么个东西 我还没试过啊 但我看了看里头 基本上没什么可看的 所以我也懒得去拍那个玩 我也不拍抖音 因为抖音对于我来种 这种说话又慢 然后罗里巴缩 然后讲 想喜欢讲半天这种人 这个三分钟的视频实在太痛苦 啊 这个 所以我也我也没有拍过抖音 这个 现在呢 就是啊 主要我 我玩的方式就全都是YouTube 啊 全是YouTube 现在呢 Facebook也好 这个Instagram也好 这个 YouTube也好 都在扎 都是这个短视频赛道 因为他们看到TikTok成功了 对吧 还有谁在干这个Pinterest Reddit Reddit为什么收购Depsmash 也是干这个事 大家都在高端视频 但是呢 搞的都不行 搞的都不行 这个 后面怎么办 这个大家怎么去吸引用户 说你 你为什么用户会在你那玩这个事 对吧 第一个呢 现在这个 叫做 TikTok就提出了一个 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叫增加时长 最开始是30秒 还是多少秒 然后呢 开始是一分半 现在呢 是到三分钟 然后如果是这个大涨 比如说你 在这里有很多粉丝 有很多播放了以后 他会给你做这个 叫做开放更长的时长 比如说有10分钟的 或者是20分钟的 你都可以在上面讲 没问题 对吧 就是他要增加时长 因为这个有好多这个 一分半的 或者三分钟的这种视频 他说不清楚好的事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拉长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要吸引用户 甭管是YouTube也好 是Facebook 还有TikTok 现在都在很努力的吸引用户 第一个的方式就是增加时长 但是你说 我就像YouTube那样 直接把它做长视频 行不行 像我今天比如录个半小时 录个40分钟 行不行 这个事是不行的 因为他就失去了短视频的这种 用户体验了 就是大家翻翻翻翻翻翻 翻完了以后 看到一个有趣的视频 看一会儿 已经失去了这个过程 然后加剪辑功能 但这块我们只能说 这个YouTube还是比较烂的 因为我是用YouTube 咱们现在看也都是看YouTube YouTube那个剪辑功能 基本上就是没有 他就是默认是 你应该在外面剪好了 然后给我传上来 那我只能怎么办呢 用TikTok加的这个剪辑功能 就是我现在所有的视频 都是用剪映 虽然大部分时候也不怎么剪 但还是用剪映 这个会去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有人在前面加个字 加个什么 对语音做一些小的处理 或者有一些这种真的是废镜头 比如说这个手机有问题了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去做一些剪接拼接 都是用的剪映 非常好用 这个确确实实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这个 还有像什么的方式呢 就是现在这个大家都在争抢用户嘛 第一个是加厂 视频加厂 第二个呢就是说 加这个剪辑功能 然后这个给大家做一些很有趣的这种 比如说瘦脸啊 比如说这个磨皮啊 比如说这个在这冒个刺啊 冒个气泡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做做这个剪辑功能啊 第三个呢就是加AR啊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想方法加AR进去 但是这一块的话 我相信这个Facebook和这个西方大厂 谷歌下边的YouTube啊 什么这些呢 他都做不过抖音啊 做不做不过TikTok 也做不过这个快手 为什么就是中国人是就是你需要什么 我就真给你做 而且投大量的钱进去做 大量的人力物力 那个那个剪映真的是甭提多好使了 对吧 但是像这个什么就不行 这个YouTube到现在来说 他就没写没惦记这事 对吧 这个他们就很强那种叫自助式服务 就给你提供接口 剩下我就不管了 这种状态 就是你自己去外外拍 拍完了剪 剪完了给我传上来 对吧 他就他就不管了 这个包括像这个快手 他也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工具 然后来帮你来拍视频 帮你出去做剪辑视频 而且可以让你在手机上 就可以把视频剪得非常干净 剪得非常好 这个事也很神奇 也很神奇 再往后呢 就是这个像AR的话 也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会在这个剪辑工具里 加AR特效 然后还有呢 就是给钱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给钱 吸引人来嘛 对你看多少个视频 我给你点钱 或者说你这个在我这投放视频了以后 我给你分口费 给钱 然后还有还其他的就是一些传统的手段了 比如赵明星 赵明星 这个就是我今天花重金 请一个明星入住平台 然后给我发两条 这个效果也有 这个效果也有 再往后呢 就是这个最后就是做一些商业上的这种拓展 比如说我这个抖音 说我后面可以做电商了 或者其他的 比如说像YouTube 你没准可以再上次做些广告 你可以接这种叫业配 这个这个我现在这个用户还少 所以还没有业配这种这种有趣的人来找到我 你们也不用去帮我找 这个事没什么意思 找到了 我估计我大概率也不会去接 因为我这个还是讲自己想讲的东西 然后讲给这个想听的人听就完事了 那我大原则是这个 这个所以不用费这个劲 但是这个叫TikTok也好 像这个其他的这种平台也好 他们会去促进这个商业的进展 他像这个TikTok就有这样一个功能 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宣传这个鼠标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东西挂这个 挂在他们内部的一个平台里边去 说我现在想卖鼠标了 然后谁愿意替我拍这个东西呢 我就给谁钱 对吧 然后这个这些网红就自己上这个任务 然后去拍拍完了以后呢 然后大家就可以结算了 啊 这块还是挺方便的 啊 这个是吸引用户 就是所有的这些平台都在很努力的吸引用 这个所谓弯道超车啊 就是说别人先走了 一定是为什么是弯道超车呢 对吧 别人在这个前面开着 然后你要这么绕过去 这个叫弯道超车 咱们今天来讲讲这个弯道超车的事 在互联网创业里头啊 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难以逾越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叫时间 这个为什么时间非常非常难以逾越呢 这是他踩过的坑 你没踩过 他给用户留下的印象 你没留下过 然后他积攒的所有这些东西 你都没有积攒过 然后你说我现在重新开始做 然后我想追赶你 这个事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 这个不是一般的难 重要的事咱们讲了三回 非常非常非常难 为什么 就是特别像社区类的产品啊 它是人的这个用户行为习惯 跟这个社区会一起来成长 叫调性这个东西啊 待会我能不能来讲这个调性 这个 我一直特别喜欢讲一个故事 或者讲一个案例 这个事呢 其实我可能在其他品视频里也讲过 是什么呢 就是人类前史里有这么个故事 就是这个 尤拉里赫拉里写的这个人类前史里有这么个故事 就是这个人类啊 最早比如说发扬啊 这个发生在哪 在这个就是不叫发生在哪 就是起源于非洲 然后呢 顺着这个中东那块 然后走遍这个全世界 对吧 先占领的是这个亚欧道啊 在亚欧大陆 然后呢 包括非洲啊 在整个这一块占领起来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是哪个冰盖 然后再走到美洲去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小船啊 或者什么东西去澳洲啊 去这个东南亚所有海岛上 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 把这样是人类是这么走遍全球的 然后走遍全球了 这个过程以后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只有这个亚欧大陆 是包括非洲 是有这个大型的哺乳动物的 然后这个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没有 这事是为啥 这事是为啥 这个因为人类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啊 这很慢的 就是它进化也很慢 几万年可能没啥变化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亚欧大陆 还有非洲的这些大型野生动物啊 就慢慢的学会了跟人类共处 哪个时候该去攻击人类 哪个时候该躲着人类走 对吧 他学会这件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这些大型野生动物 跟人类之间的这个 是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 就是他也在这个增加这个捕猎技能 和这个叫做这个逃跑的这个逃生技能 这个这个动物 对吧 这个人类呢 也在增加捕猎技能 然后慢慢的形成一种平衡 所以直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这些地方还都有这些动物 但是这个人类到美洲的时候呢 这个包括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呢 他就变了 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叫做捕猎技巧 已经升得非常高了 哎 但是当地的这个动物呢 又没见过这种这种两脚猴子 对吧 直立猴子 没见过 就就被吃光了 就被吃光了 这个 这个故事呢 就是告诉大家 说这个任何产品 用户行为 用户的认知 都是被先行者所教育的 然后你到后边再来 说我想我想再走一遍这个事 你走不通了 很难很难走通的 这个事 所以就是温道车车本身是非常非常难 时间极其难逾越 哎 你说有些产品被逾越了 我后来去上了 怎么怎么回事 两个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先决条件 叫先行者犯错误了 哎 有些人知足常乐了 我的搁那不动了 对吧 就像这个著名的牙膏厂英特 对吧 这个只要没有AMD在后边追着 他就不动了 只要前面的CPU卖的好好的 我就我就不动了 那这个事就会被人追越 被人追上 这个跟龟斗赛跑 那个故事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一种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能花几千倍上万倍的钱 而且还不能中间有人瘫了 你还是真的把钱都花在刀尾上 你是有可能冲上去的 这个比如说像微信干掉国内的一些 当时早期的这种 比如米疗啊 什么这些产品 就是我就用了这个可能几万倍的投入 然后直接打兵团砸上去 然后把你搞定 这个事是可以的 就还是有机会的 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这个事呢 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难以预约啊 非常非常难以预约 那么我们在下面来讲 到底咋来干这个事啊 到底咋干这个事 这个 就是你还是要去啊 培养这个叫做 社区 因为甭管是musically也好 还是后边tiktok也好 抖音也好 它是有社区范围的 包括快手 都是有社区范围的 那么现在这个 为什么说YouTube的这个短视频特别难 因为大家上YouTube以后 你会发现上次都是什么YouTube短视频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都是抖音上的了 就是它叫搬运好 就是它有些人把这个抖音上的视频下载下来 然后重新传上去 对吧 现在呢 这个YouTube呢 还在这个抱着这个有可能成功的那种幻想啊 这个就是幻想 它早晚会破 不舍得删这些视频 你按道理说 你应该是上来期着看 把这些视频删掉 对吧 但是他又舍不得啊 他又舍不得 这个呢 就就很难搞啊 就很难 他就没法形成自己社区的氛围啊 这个事是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事肯定不行 什么叫社区氛围啊 咱稍微给大家再讲一讲故事 这东西呢 就不像不像任何产品啊 这个还是像产品吧 比如像Facebook Facebook这东西最早是干嘛使的 最早是给这个 这个谁 是给大学生哈佛的大学生约炮了 他是一个这个就是寻找 寻找这个性伴侣的 他最早干这个用的 这个 一开始用户量非常非常少 然后呢 他是每过一段时间呢 扩一圈啊 就是说你一开始 比如就十个用户 然后呢 再加五个进来 然后再加十个进来 再加一百个进来 但是在往往扩展起来 第一批是哈佛的学生 然后第二批呢 是这个 就是一些这个哈佛的毕业生 然后呢 这些人都是各种白领精英吧 然后第三批用户呢 可能是这些白领精英的同事 就是你虽然没上过哈佛 对吧 但是你也是跟这个白领精英 相认识一些 他很多是邀请式的 慢慢长大 慢慢长大 为什么所有社区都要经历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不能说我一把就起来 这个咱们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你们想一想 就是我来描述一下这场景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 就是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 然后呢 这个俩人聊天 聊挺开心的 对吧 然后这时候第三个人加进来 站在旁边 他怎么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聊天里去呢 他呀 先要这个 跟我们先这个 先他要听一下啊 我到底在聊什么 听一个上下文 听完了以后呢 这个 在这个 慢慢的往里插画啊 在我这里慢慢插画 然后再慢慢的 可能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话题里面来了 这是两个人加了一个人变成三个人 然后三个人呢 比如说我在加两个人啊 变成五个人 这事也没毛病 只有这两个人可能站在我们身边 再听一听我们在聊什么 然后呢 慢慢插画 然后这个聊起来 再往后呢 比如说我又加了十个人 这些人还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加进来 当然你十个人就没法围成一圈聊天了 比如十五个人 没法围成一圈聊天了 大家会分小圈子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又加进来 十五个人了吗 这个可能分了三个小圈子 然后每个圈子五个人 大家再聊三个不同的话题了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又加了这个 这个这个 比如说三十个人进来啊 这三十个人呢 就大家就分拨 然后呢 在三个圈子里头游走 然后发现 哎 这个话题我好像感兴趣 进去听一会儿 然后再插画 然后慢慢加入到聊天里面去 啊 然后另外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这是社区或者叫社群发展的一个过程 大家呢 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性 咱们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玩法 就是咱们俩 比如说有一个人啊 我跟你在聊天 俩人聊得很开心 哎 然后聊着聊着呢 突然冲进来一半个人 站在咱们身边 然后怎么办 然后互相就在问 哎 干嘛呢 这聊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热闹啊 这一半人都为什么进来的呀 大家都聊什么呢 对吧 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叫氛围崩溃 然后原来这两个人就撤了 然后那一万个人发现 哎 大家好像也没聊什么话题 然后就都撤了吧 啊 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 你一定是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慢慢增长的过程 慢慢增长的过程 就是大家 在相互之间的在聊天 哎 相互之间在聊天 然后呢 你新人进来 慢慢加入到这个聊天话题里头 这个聊天的氛围就会被保留下来 所以想弯道超车 可以 但是呢 你还是要遵守这个叫社区增长的这个 啊 基本条件 现在甭管是头条也好 啊 不是 甭管是YouTube也好 Facebook也好 Instagram也好 他们现在上面大量的内容是什么 是运营号搬上来的抖音内容 啊 搬上来的TikTok内容 那么 他的用户跟这个 这些内容 包括跟这些运营者之间比较起来 就有点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人类走出了这个 这个亚非大陆 然后走到了这个美洲以后 对吧 一帮这个没有见过人类的动物 然后在人类面前只能发呆 然后最后统统被吃掉的感觉 等于大家把这个氛围也破坏掉了 这个事呢 是很有难度啊 有难度 啊 而且呢 这个像我们以前经常讲这么一个话题啊 这个叫什么呢 叫这个 啊 同区域的这个 在一个区域里头 叫封闭区域里头的这个排他性 什么意思啊 我这个词基本上算是我发明的 这就是在封闭区域里的排他性 啊 咱们取这么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微信啊 比如说微信 微信你想他的量有多大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大家基本上都用微信 但是 但是到了香港 大家就用whatsapp 大家就不用微信了 香港人什么时候用微信 就是我需要跟大陆的人联系的时候 我就用微信 然后我如果不需要跟大陆的人联系 我就通通用whatsapp 啊 然后这个因为whatsapp 其实比微信要清爽啊 要清 也要快 微信实际上真的叫超级app 哪天咱们再讲一个超级app吧 我发现讲这种比较深的话题 就没什么人爱听 但是没关系 我爱讲 对这个 咱们先不管他 这个啊 但是微信呢 到香港就不行 推不起来 然后呢 因为以前微信花了很多的钱 想到国外去推 到美国推 没推起来 到南美去推 花了好多钱 推不起来 到这个日本啊 到什么 这个各个国家去推 都推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im这种东西呢 就是这im在即时通讯工具吧 叫这个im这种工具 东西呢 是要配对的 哎 咱俩要 我要用微信 你也要微信 咱俩才能聊得起来 对吧 我用微信 你用whatsapp 咱俩聊不起来 他要配对 但是当有一个产品 在这个国家里头 已经占了一半的人口了 那你在这个时候 想 又来了个新人 说我现在这个 比如说咱们国内 可能 10个人里头 有11个微信账号 对吧 对 然后呢 现在突然说 我们要不要做微信了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产品 来替代他 那这个不就胡扯吗 对吧 你上来以后 大家交换的最多的信息是什么 比如你真的发明了一个新的 即时通讯工具啊 然后呢 你也真的花钱买了用户进来 然后大家也开始在里边聊起来了 那大家在里面聊的是什么呢 大家在里面聊一件事 你的微信号是多少啊 对吧 这个包括像我原来问过一些 像这种荷尔蒙社交的那种直播平台 他们在里头就是交换微信号 一交换为微信号 用户流失了 对吧 到微信里去了 这个就是你想你做的比微信好 这个事其实挺难的了 微信呢 有各种缺点啊 但基本上是现在啊 这种软件及大成者啊 基本上就是微信了 所以呢 这个叫单一地区的这种排他性 就是微信在中国地区啊 大陆地区这个 占有统治地位了 你就基本上没法替代的 香港啊 whatsapp占有统治地位了 你微信花多少钱 你都抢不回这市场来 用户行为习惯改不过来了 啊 非常非常难 而且你到那时候 比如你真的在香港 啊 你加上微信了 比如你跟两个香港人在一块 加上微信了 加上微信了以后呢 他们就会问 说你whatsapp号是多少 为什么 他怕你微信平时不开 咱们在国内你是离不开微信 你微信一天不开你都难受对吧 但是在那边呢 他可能他发现你微信不开 或者微信不在线 那你whatsapp你永远是在线的 对吧 那你的whatsapp账号是多少 不是说你的手机号是多少 你whatsapp账号就是手机号 所以他这个呢 就会变得不一样啊 就会变得不一样 这个 刚才咱们讲了 这个tiktok基本上日美啊 美日韩欧洲什么 基本上都占占过了啊 占过50%以上 你现在想做一个其他类的产品 说我还要再重新反超 这个tiktok基本上不现实啊 基本上不现实 这个其他的快手什么呢 在南美中东什么这一带 还有印度啊 也跑得很好 包括这个南亚的这个 东南亚的这个 like 就是这种时候 我说我要再跟他竞争 重新把这个市场再抢回来 是有难度的 是有难度的 你可能要花这个比一开始 人家获得这个市场所花的钱 可能多几百上千倍的钱 你抢回来啊 这个事不一定划算啊 你可以冲上去把它买下来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且很多这种产品呢 它是叫流量黑洞 这个比如说吧 Instagram其实就是流量黑洞 就是你很难把Instagram的流量 来导出来的时候 我通过Instagram再来导YouTube 挺费劲的 包括抖音啊 TikTok都属于叫流量黑洞 就是进去就出不来了 这个里边比较好的什么 就是YouTube是比较好的 就是它的流量是进的来出的去 你可以把推特的用户 导到YouTube来看 然后你也可以把那个YouTube的用户 导到什么亚马逊啊 导到什么各种地方去买东西 这些事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比如TikTok他就绝不敢 你要想买东西 我就自己搭个电商平台 你在我这买 或者我去跟这个叫TikTok 就去跟什么Shopify啊 跟这些人去签合作协议 对吧 他在我这直播完了以后 就可以在Shopify上下单 他可以干这些事情 他绝不会让你说 我给你个链接 你自己随便连出去 哎干嘛干嘛 他不会干这个事 所以这个就不太一样 就是有些呢 是流量黑洞 就是如果现在想超越它们 我估计呢 还是要在这块下功夫 就是你到底 要么就跟他们一样做流量黑洞 要么就干脆做个新的啊 不一样的东西 说我就是帮你做一个流量分发的一个东西 也可以 刚才咱们讲了啊 就是说在单一地区有排他性 就是你在一个地区占了超过一半的市场 别人很难撼动你的地位 但是呢 现在有没有那么多地区 是不是所有地区都被人占了 还不一定 所以就是当有这个组分割的这个语言和地区的这个市场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再去试试 还是可以再去试试 比如说我就见过有些项目 说我要给谁做呢 给欧洲说阿拉伯语的这些难民做APP 那那我说你去做吧 对吧 他们的购买力到底怎么样 这是 但是呢 他也是找到了一个区隔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能够弯脑超车的 就是我有一个新生的区隔市场 比如说传印手机 对吧 他在国内根本排不上号 产品质量设计力产品力都不行 然后这个他就是跑到非洲去 没人跟他抢 大家都觉得非洲人穷 然后买不起好手机 对吧 人家就在那边立地生根发芽了 然后现在茁壮的成长 但是马上要该打仗了 这个小米冲上去 说来我也得得着 对吧 他们也在慢慢搞 咱们看这个后边怎么样 就如果当时比如说传印不是选择去非洲 而是在欧洲 欧美跟什么这个华为打 在印度去跟小米打 在在这个印尼去跟这个欧波微博打 对吧 那我估计就没有他啥事了 人家说我躲开里面 我找一个区隔的地方 人家跑到非洲去打 然后呢 这个还专门对黑人做了这个 这个美颜的这个特效 对吧 或者说一些滤镜 专门给黑人来做的 那他就哎 就长起来了啊 就是当大家如果说我们谁要弯道超车了 那么就是找一个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区隔的 这个市场啊 找一个区隔的市场 就是可以让大家保护你 而现在国内也是一个区隔的大市场啊 就是在前后 这个咱们不讲啊 这个咱们不讲 还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弯道超车呢 就是我可以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来 就是有一个叫类型阻隔 刚才咱们讲的叫地区和语言的阻隔 下面还有一个这个类型阻隔 或者说呢 我们做一个别人不爱做的事 哎 假设吧 这个用户啊 这个有些视频不希望 就是或者说别人不希望你干的活 你去干了 比如不希望别人大家都不干 都不能够在这个短视频后边把链接引出去 哎 只有YouTube干了 没准他还能信到一部分用户 哎 或者说我这个里头就专门是一些 哎 比如说成人视频啊 或者说一些这个别的站不让放的视频 我就搁在我这站上 那没准也能起来 因为就有人爱看这东西 但是更小众啊 更小众更集中啊 有人就爱看 那么这个呢 也可以行 咱们举一个电商的案例啊 举一个电商的案例 这个比如说吧 淘宝刚开始干的时候上次其实大量的假货 各种各样的虚假的东西都有 这个 后来哎淘宝说我不许你卖了啊 这个假的东西不行 你必须得卖真的 这个投诉率太高 这事不行 不能成为假货的温床 但这些东西消失了吗 没消失 这些东西去哪了 去拼多多了 那拼多多说你们淘宝不要我要 对吧 这个需求是存在的 就是买假货这个需求本身是存在的 没有任何问题 哎 但是呢 淘宝说我爱惜羽毛了 我已经上岸了 对吧 我不是光脚 我上岸了啊 那么从今天开始 大家都不可以啊 再去卖假货了 或者卖了假货 我会处罚你 哎 那么就不行了 那么 PCC开始搞 PCC搞完了以后呢 说现在 也前面被人报了很多负面吧 说PCC卖假货 PCC说我也不卖了 对吧 我也要求你必须有品牌 有那什么 因为他也度过了一开始 最简单的那一段时间了 哎 后边呢 他再把这东西击鼓传话 传到再下一代去 哎 再下一代去 这个事 他是现在这些东西跑哪去 这些假货 他在抖音电商里面 就是抖音的电商里 其实有很多这种玩私欲的人 去玩这个事 哎 这个这个后边 等抖音的电商真玩起来了 啊 他也会说品牌化 品质化 然后这个 要这个做这个优质的产品 他也会搞这条东西的 没什么问题 啊 但是呢就是在视频里面 大家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在抖音上放不了的东西 你去放 啊 也没准是一条出路 啊 也没准是一条出路 这个呢 就是 这个弯道超车啊 几个几个事情啊 几个事情 最后一个就是做别人不爱干的事 所有人都不爱干 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短视频下次加个链接 可以把东西引走 啊 别人都不爱干 你可以干 但是这事呢 就要看 这事合算不合算 啊 如果合算的话 这个事可能还是值得干一干 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事 这个商业模式正不回来 那咱也别费 别费劲 咱们不去做雷锋啊 不去做雷锋 这个有一些东西 不是没人愿意干 你可以去干 其实这个就是弯道超车 一定要是第一 你要有一个大的区隔 甭管是语言地虚啊 还是这个特定类型的区隔啊 你才有可能说先站住脚 你先别说超车 先活下来 对吧 这个如果能够独立活下来 就是说当这个这些巨头 比如说Facebook 他如果给这个部门说 你们去自负盈亏吧 我不给你钱了 你自己能活下来 这是第一步 然后才说我弯道超车 然后超过TikTok 这是第二步 对吧 咱先不说这个第二步怎么走 第一步 现在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平台 来搞这件事就很难啊 为什么难 刚才我也讲了 这个这个TikTok上的东西 已经演化了十几二十代了 然后呢 你现在开一个频道 就一帮的这个up主 就是原来TikTok的用户 这些up主就直接把这个 他以前的视频就传上来了 对吧 你根本就不知道 人家这前面这十次迭代 或者十次的改变都适上 然后就直接给你看最终的结果 那最后就用户叫两眼 两眼蒙 对吧 看完了以后 可能最后还会 显一个logo 说这个视频是用剪映做的 然后欢迎大家看抖音 那你这事你咋弄 对吧 你这事咋弄 但这等于还还洗了你的用户了 还洗了你的用户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啊 这个做一些这样别人这个 呃不爱做的事啊 这个咱们讲到这儿啊 就是弯道超车啊 就是这就是弯道超车的一个方法 先活下来 活下来完了以后呢 才能有机会去做弯道超车 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别人不爱干的地区 别人不爱粘的语言就把它做了 然后呢 做特定的类型 然后做别人不爱干的事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些项目 在印度做这个短视频 就特别逗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大概有几十种语言 这个它不像咱们似的 就是这个基本上甭管大家在哪 你可能有方言 有这个口音 但是呢大家讲的还都是中文 都是中文 写出来都是汉字 哪怕简体版体咱还都认识 到印度的话 大概只有10%的人讲英文 然后呢就会讲英文啊 但是其他的人 就是他们自己讲什么印第语啊 什么泰米尔语啊 什么就是一大堆这种语言 那常用的有十几种 算是不常用的有几十种 然后呢 这个就专门有一些产品 就专门做这个印度 那些小鱼种的产品 也是有的 这些东西啊 大厂不爱做 对吧 就是小厂其实冲上去 没准还能做点东西 但是用户量就会小一点 而印度这种就是不会说英语的人 基本上都是社会的 不能叫最底层吧 因为毕竟只有10%的人会说英语 但是确实都不太有钱 这个就是这个今天反正 罗列巴索讲到这儿 这个就是国际短视频大战 咱们先分析了这个国际短视频赛道 现在的一个基本状态 然后呢 大厂都加入了 这个 这个还能不能弯道超车啊 有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呢 所以咱们第一开始讲了这个 这个当时当前的态势 然后呢 讲了一下他们的起源 就Musically 然后Musically 我讲了一个Musically的故事 因为我们当时投资过它嘛 所以呢 就是啊 看着它的成长 然后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啊 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Musically的故事 是我亲自啊 去问的Musically的创始人 然后问了他三次啊 这个有些 这个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然后我觉得就这一个故事是 呃 因为前面其实讲过啊 这次再重讲一次这个故事 是整个我录这个频道里头 最值钱的就是这三个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 就是你你把它听明白了啊 可以值好多钱 可以值好多钱 然后呢 这个如何吸引用户啊 就是甭管你是新的玩家 还是老玩家 如何继续吸引用户 继续增长 这是我们讲的 也讲到了 最后呢 就是怎么去做这个啊 弯道超车啊 怎么去做弯道超车 好啊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啊 请给点个赞啊 感谢 给点个赞啊 给点个赞啊 给点个赞啊